大家好 我們起來關心今天的天氣 今天天氣呢 白天整個全台灣轉情 當然東部暗部雲量比較多啦 這種轉情是一個短暫的過程 不過下午雲量變多 中南部有霧 一開始霧 但是後來也轉霾的現象 那今天為什麼要焦點集中在這個地方 帕布颱風 這個帕布颱風是今年元旦颱風 差一點變成有史以來最早生成的颱風 差了六個小時 往年從1945年到現在為止 80幾年只有十幾個颱風是這個樣子 所以這個地方 這個區域 對於颱風的經驗比不上台灣那麼的多 所以請大家希望泰國 馬來西亞還有緬甸 都要注意一下 這個區域恐怕會有比較大的雨勢還有降雨 雖然是一個輕度颱風 對當地可能還是有些影響 這個颱風到了印度洋之後 它的水氣會上來 會提供給中國南方很多的水氣 當然台灣可能會有一點邊緣的影響 但是沒有像前幾天在拿海的時候這麼的多 我們看一下台灣其實預計 這個好天氣會維持到禮拜六上半天 禮拜六下半天開始另外一波冷空氣 然後水氣又開始接近了 所以北東再轉為濕涼的天氣要稍微留意一下 又被打回去了 大概兩天的時間 接下來又吹南風 又有北風又再下來 所以等於下禮拜大概有兩到三波的冷空氣 在這個地方震盪肆虐 所以請大家注意一下 當然未來還是有一些擾動發展 也要關心 但是現在大致上 雖然說我們明天是20日節氣的小寒 小寒到大寒之間通常是我們東亞最冷的時候 但是目前來看的話 還看不到有很強冷空氣來的這個機會 所以請大家可以珍惜一下 要珍惜大家就是北部跟東半部的朋友 一定要常常看氣象預報 才能夠找到好天氣 不然就是典型東北風型的天氣 那整個溫度來看的話 大致上整個東北亞還是很冷 但是這個禮拜預計一兩個禮拜 大概暖空氣勢力慢慢開始抬升起來 最近其實有點像春天的類型 那北方還是蠻冷的 但是我們台灣這邊 好像隔了一個城牆一樣 冷空氣都下不來 所以相對的是還蠻幸運的 所以這個禮拜的天氣 大致上禮拜天六 溫度會比今天沒有像今天那麼好 會降一點點 禮拜天降更多 開始冷空氣來了 然後接下來下禮拜上下震盪 但是沒有很大 等於是雲量時多時少 北部東半部比較明顯 中南部相對的比較穩定一點點 請大家留意 那各地會下雨的 禮拜六北東銀封面 還是雲量比較多 大致上是晴朗 多雲照晴的天氣 禮拜六晚上到禮拜天 各位有沒有看到 這個又是銀封面的降雨 這個沒有像上次那麼的多了 但是還是有可能 其他地方偶飄雨 這個是一定會持續的降雨 這邊是偶飄雨 大概在桃豬苗這個區域 還有東半部花蓮這個區域 然後接下來也持續到禮拜一禮拜二 所以請大家留意這波的變化 又會再轉回來 所以請大家聽到我的訊息 趕快今天晚上 明天清晨多洗衣曬衣 洗衣曬衣比較容易乾 濕度乾很多 低很多了 那相對之下這幾天 東半部雲量還是比較多 但是事實上也比較好了 中南部要注意一下空氣品質的問題 屬於敏感族訓不健康等級 那禮拜六白天呢 大致上北部雲量比較多 偶爾陽光會露出來 請大家好好把握 趕快洗曬衣 那中南部有機會看到陽光 高頻空氣品質相對的比較差一點點 我們給大家很建議 短暫回溫 週六晚另外一波冷空氣再度接近 北東再轉4兩偶震雨 下週大概會有幾波冷空氣 變化震盪 但是老實說沒有很多 到預計未來過一兩禮拜 都相對的比較穩定 中南部天氣是相對的穩定很多 但是要注意一下空氣品質